在家炒个有锅气的炒饭 全程大火 热锅热油 三个鸡蛋炒到8分钟备用 根据视频的配方 快速调个酱汁 拿一款我们的老朋友 肉气的安哥斯纯牛肉饼 里面混合了和牛的牛油 充分炒出它的油脂 倒入酱汁 充分翻炒以后 放入饭和火鸡蛋 出锅之前呢 我们可以放入葱花或者准菜 拍瓶关火 有锅气有滋味 成熬赞 只需要加一个洋葱 就可以让煎牛排更好吃 牛排完全解冻 擦干表面 只撒盐 先不加黑胡椒 洋葱切圈 热锅两分钟 倒油加入牛排 因为是厚切 我们可以先煎90秒再翻面 翻面后煎30秒 转小火加入黄油和香料 每面淋油一分钟 请肉前撒胡椒 锅别洗 转中辣火 加入洋葱 以及肉汁 黑胡椒盐调味 炒软炒出它的甘甜 放牛排上就可以开始了 银儿 如果你来我这儿 我给你做最好吃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在隔壁幼儿园的小卖部 买一包饼干捏碎 加入融化的黄油搅拌 倒入淀好纸的模具中 颗粒大一点没有关系 100克大奶油 快煮开的时候 关火加入巧克力 用余温融化它 再加入5克泡水软化后的 直接钉片搅拌均匀 另外100克大奶油 加入砂糖 打发出小弯钩 最后在200克 室温软化下的奶油奶酪里 加入分泌搅拌 然后分两次加入巧克力酱 搅拌均匀 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把打发好的大奶油 倒入分两次翻拌 倒入模具把它摔平 可以用湿的勺子把它刷平 放冷藏两个小时 这个配方是我反复试过的 口感绵密 非常的好吃 今天分享一个 简单时髦的芝士薯条 很多朋友在家里炸薯条 炸出来都是卵的 如何让它脆起来 首先我们可以把薯条 泡在加锅醋的水里边 20分钟以上 然后沥干水分 冷油下锅 炸20分钟左右 油温差不多到 130到140的时候 取出薯条 继续加热油温到180度 然后复炸2到3分钟 明显感觉到表面的脆感 颜色到整体金黄 就可以取出撒盐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按照我视频的方式 加入切打之时 烤箱220度 5-6分钟左右 撒上欧芹碎黑胡椒 炒洋葱 自制的酱汁 非常好吃 你男朋友一定会做的 nama choco 真巧的做法 总共就炼乳和可可粉 两个材料 250克炼乳 最小火加入到 楼松的状态 分多次过筛 加入100克可可粉 最好在趁热的时候 动作要快 这个配比我是觉得OK的 你们也可以自己调整 放入铺过保鲜膜的模具 保鲜膜是不粘的 可以再包一层 冷藏2个小时以上 然后就可以取出来切块 可以稍微用手 给点酥一下形 最后再撒一层可可粉 非常简单 而且很好吃 晚上做一份 简单时髦的 意面和披萨的减餐吧 披萨的面皮呢 真的可以偷懒买现成的 番茄罐头和黑松露酱 也是家里常备的 这边用到的芝士呢 是马苏里达和切杂芝士的混合 颗里索的香肠切片 中间打上一个无菌蛋 最后呢 撒上帕马森芝士 烤箱玉乐上下火 220度 8分钟上下 最后黑胡椒和罗勒碎调味 半熟的鸡蛋和融化的芝士 三欧 隔壁的安内克 给我寄来他做的意面 包装也非常符合的神美 做起来也非常方便 煮意面一定要多放水 煮10分钟绝对是够的 今天呢 先试试他这个泰式咖喱意面 配料包也非常的齐全 家电我喜欢的Tabasco 口感和餐厅真的没有两样